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頻道的遠無球教室 今集會教大家一個比較進階的技術 就是往前推球 這個技術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不論單打或雙打 這一板球都很重要 當你在往前爭取到一個好的位置 就可以做一個加速 將對手壓迫到兩邊後場 所以如果這個球處理得很好 就可以為你帶來另一個進攻 或者取得分的機會 我們之前也和大家講過一些 比較基礎的網前技術 包括有放網、跳球和撲球 其實這些技術的步法 大致上都是很相似的 如果大家想重溫之前的網前技術 可以去之前的影片 大家看看 下間 在我們打球的時候 例如我們網前的位置比較被動 我們就會做一個之前教過的挑球 把你的節奏放慢 然後把球升起 爭取多一點時間防守 而放網呢 亦都有分主動或者被動 除了我們把球放回對手的網前之外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把對手壓迫到後場 但這個球又未至於去到可以破球的高度 我們就要爭取一個比較高的擊球點 然後把球平推出去 推球都可以有不同的弧度 當你的對手的位置比較前一點的時候 你想快點把球壓迫到後場 就可以出一個速度快一點 而且角度比較平一點的推波 但是如果當你的對手的位置比較好 在中間或者甚至中後場的地方 我們要注意我們推波的弧度 如果推得太平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手做一個攔截 影響到我們下一板的跟進 就會很狼狽很急 如果我們對手的位置比較好的時候 然後我們推一個後場 注意弧度可能剛剛好套過去的人 或者套過去的板 所以我們要練習好這個推波 其實都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往前的推波 其實包括有正手的推直線 推對角 以及反手的推直線 推對角 今集我就會先教大家做正手的推波 而手上方面 我們要很注意我們的出版 如果有看我影片的朋友 都會發覺 其實網前的時候 我會常常提大家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出版的準備 平時我教球的時候 看到很多學生都習慣 可能跑到上網前 才突然之間升起之板去打球 但因為你沒有預早去估計 那個球的速度 高度 以及落點的時候 出到去才出版 有時候可能會趕不及 找那個擊球點 也會影響你出球的質量 注意當對手一打球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起動 就是要把我們指板伸去前面 早點去迎接球 到你要擊球的時候 就會多了很多時間準備 也會比較容易控制你想打的位置 那麼我們出版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我們去打往前出版的 一個一致性的動作 不要放網的時候 你的出版就蹲到那麼低 但當你一想撲球的時候 那支板又升到很高 如果你有這樣的習慣 對手就會很容易猜測到你 究竟打什麼球 我通常都會跟學生說 出球的時候 那支板頭會偏高一點 因為如果你這支板 是拿得高一點的時候 即使你去到法國 趕不及去打球 你都可以拉回後 或者做一個拉板去做其他的技術 但是如果你一出手的時候 已經把這支板 放到那麼低的話 那就會限制了你很多出球的技術 沒有辦法做一個撲球 或者推球 放網的時候 都做回我們想推球的那個動作 那到你要放的時候 先做一個放網 然後拉回後去停頓 接下來我就會先講講 正手推對角的技術 因為對角其實是比直線較容易掌握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出完板之後 我們是把這支板放近一點的球 把這支板去前伸出去 輕輕在旁邊咬後 千萬不要咬後過你自己的手 不需要把手臂伸到最直 如果你伸得太直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法力的動作 把板面斜斜地 然後就向著你要打的對角方向 那個拉板的動作是先向後 用手指 手腕先向後 然後再斜斜地向前 擊球的那一刻 才把這支板回過來 打完之後 就用手指去收緊 殺停之板 這樣才可以集中到一些力 把球推出去 而正手的直線推波 我們出板的動作都是一樣的 我們直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淋打的時候 我們會用手指手腕 會再回一回 後指板 那角好像在旁邊畫一個小的圓圈 這樣 推的時候用食指的力 向前壓 借身體壓前的力 那麼我們的身體一向前壓 連著那個波材壓 就會可以爭取多一點角度去打角色 我旁邊就是一拔 拔起手 然後手這個 即身體看到我是有壓前 那你才會容易些去做到一個直線的推波 接下來我就會分幾個重點 去令到大家比較容易些理解 究竟正手的推波 怎樣做 怎樣法力 那第一個重點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因為很多朋友有制 會混淆了手指和手腕的法力 經常以為越大動作 越拉得板多 越用力去打球 那球就會變得好 羽毛球比較講求 我們一球的時間和角度要準確 動作越大 你又打不準球 出來的球有時候可能用了很大力 但球根本就去不了你想打的位置 我們拿對角度 拿對時間 很輕力 球已經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 要注意我們法力的位置究竟在哪裡 如果我們做一個推波的時候 我們集中一點去用那個手指 那正手就是比較食指的力量 一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用食指的力去推出去 至於我們往前一些法力的球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到手腕 如果我們動動手腕的時候 其實那個角度是非常之大 如果用到手腕 球就經常都會飛出界 或者控制得不好 做一個推波的時候 要收緊一點手腕 多用一個手指去發力 出去的時候 我一擊球那一下 手指是有少少 好像這個向裡面握緊的話 那你就會用到手指的力 當你用到手指的力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揮板的幅度可以很小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第二個重點 就是你去打球的時候的角度 平日就整個球來到 就很想很正面地去撞擊球 如果一個球的擊球點來得高 那你做這個動作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可以很舒服地把球推出去 但是只要一個球一跌低一點 低過那個網 低過那個網多一點的話 你用同一個出手去打的話 其實很容易把球壓到網 有時遇到一些比較 球速快一點的球的時候 如果你用正面的方法去撞球 也很容易把球打出界 你要注意出手的時候 其實保持板面是斜斜的 這個出板的角度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用正面的方法去做一個退球 而不是剛才直接撞擊的話 那你就有這個能力去調教你打球的角度 如果你先斜出去再壓球 那就可以調到 如果那個對手的位置比較前一點的時候 就出一個平一點的球 這樣就可以早一點把板壓出去 如果你想壓一個高一點的推球 那我就可以遲一點才把板壓出去 那你再推出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一個弧度比較高一點的推球 那我們要注意這個出板的角度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話 它會限制你出球的種類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你推完球之後 那個順勢的動作 很多朋友一推完一個球之後 然後把板的板面完全壓低了 記住我們擊完球之後 我們一碰完球 手指就要握緊 所以通常我們打完球之後 我們的板面都是向前 不會把你打球的板面 反下來向下 你打完球之後 你打完球之後 用手指收緊把板面向前 你打完球之後 出球會比較準確一點 而且力量會集中很多 第四個重點 就是做一個正手直線的推球的時候 記得記得一定要用身體壓前的力 剛才也有教過大家的動作 這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因為很多朋友都想著靠手去打球 身體不會像要迎向球 如果你用手去打球 有時你出某些球的時候 角度是不夠的 也會影響你出球的落點 所以做一個正手推直線的時候 記得身體要跟著板去壓前一點 你才會爭取多一點的角度 可以打一個比較邊緣的正手推球 今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把這個技術練得純熟一點 記得回去做多一點重複的練習 我下一集就會再和大家講解反手的推球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